我不喜歡做人家在做的 不然的話你只是在做me too的東西 六十幾年前的時候我爺爺就是在做拔品 對於家族企業其實原本是 一點興趣也沒有 不是因為他負債 剛退伍的時候 其實我有回去幫忙一陣子 努力了一年我覺得我成長有限 所以我就離開了 離開我就投入到我最有興趣的資訊頁 因為有一個機會我拿到一筆獎學金到國外去 我就發現就是說 原來國外在做頭髮的 其實他們跟台灣的角度是不一樣 將拔品往保養品發展其實是一個機會 然後就有一支洗白金一支護把書 就這樣子成立共識 我哥突然打電話給我 告訴我說其實他不想做了 如果我也不接就直接收掉 我覺得何不放手一搏也許有機會 我透過OEM的代工來累積應該說收入 透過這樣的方式去把四千多萬的負債 還有包含我父親他的key給主把它買回來 把原本我哥交給我的工廠再還給他 我希望我能夠回到台北我自己成立的公司 專心做我品牌的夢想 之前多前進專櫃一直到第八年都是賠錢的 這八年大概賠六千多萬 那有一段時間我記得 我記得家裡我連奶粉錢都快要沒有了 然後他就跟我說這個月我們兩個都不能理薪水 我說好 可是還有貸款要還 那時候我就很擔心 我們的長輩都不知道 就是當初我們兩個結婚 所有的金勢我們都放了 就是都拿來付薪水 我確信就是說專注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然後就開始專攻發了品 研發我必須自己來 所以剛好我也有興趣 所以我常常在實驗室裡面 一待就很長的時間 可是那時候我就很清楚 就是一定要非常的Focus 所以我就成立一個品牌專注投品 那後來是因為參加阿里巴巴論壇 我才發現說 原來這麼多人都用網路平台做生意 給我們帶來很多的衝擊 在外貿這條路上結合了實體 然後結合了電商平台 就是兩個一起走 以前那一段很辛苦的日子 我覺得對我們來講 是一種痛苦又甜蜜的回憶 知道那時候很痛 但是現在想起來就覺得 還好那一段 有下坡的時候 但是上坡的時候 我們會更難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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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